护国神山台积电好消息不断 先是拿下美国商务部补助66亿美元 预计在亚利桑那州盖第三座晶圆厂 三月合并营收新台币1952亿1100万元 年增超过三重 今年第一季累计营收超过5926亿 比去年同期增加16.5% 季营收创历年同期新高 消息一出股民直呼 股价没有四位数真的说不过去 坐等1000元 赶在418台积电法说会前 外资法人联盟调高目标价 瑞银摩根史丹利喊到1000元 这波最高到820 其实高点还没到 因为若是以他今年的EPS38 明年市场上给他EPS是45以上 然后后年是50块钱以上做起跳的话 其实很少看到一个公司的成长性是这么高的 长线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进入 所谓的千金股 不甩美股 重衰400点 台积电一度上涨4元来到819元 加上观光族群助攻 让指数盘中小涨最高来到20770点 520行情也持续酝酿 浮涌升级亮灯涨停 重电华城攻上925元 中兴电918 亚力154元 520之后可能内需的这部分会加进来 因为这块在之前没有这个地震的这种状况之下 大家没有这么去强化所谓杜根的效应 指数上过程里面不是万里无云 台币在这一波扁到32块钱 而且维持一段蛮长的时间 可能要留意这个资金的这部分的移动 所产生出来的一些卖压 依照国王统计 520隔天跟后一个月台股上涨几率高达67% 专家看好新政府政策 内需营建 生计表现可齐 全民封ETF00919 00915 今年以来报酬率都超过16% 00900 927跟929 涨幅也超过一成 但台股上万二 股民操作时还是得 居高思维 女士组网站立陈胜翰台北报导